朋友们 我现在在贵阳开阳县的深山里 在我身后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石头 当地村民称这个为转运石 看一下壮观吧 上面非常巨大 下面就这么一点点把这个石头给撑住 这个算不算一个奇特的景观呢 那肯定算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更奇特的东西 大家注意看 这个石头本身的形状 已经让我们非常的参奇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更加神秘的是 这个石头上面 有很多的仙人掌 从上面长出来 你是不是有点怀疑 这个仙人掌 会不会是人工把种子丢上去的 来再给你们看一下 整个石头的顶部 有十多处 长出来仙人掌 而且在一个小的石缝里 根本就容不下任何泥土的地方 它也长出来了仙人掌 我们知道仙人掌的生命力很强 但是假如说我用人工的方式把这个种子撒在这个石头顶上 它不可能生长得出来 这就是我觉得很神秘的地方 你们来看一下整个石头的顶端 很多地方完全就是在石头里面 你一可离土都找不到的地方 它长出来仙人掌 你们觉得神奇不 我真的是百事不得其解 我觉得这一个石头 它好像是有生命力 这些长出仙人掌的地方 就好像是这个石头的气孔一样的 我走到这里放无人机上去的时候 真的是把我震撼到了 包括我们在这个下面的视角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有仙人掌 这有仙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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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点点一点点 然后石头的那边也是 很多缝隙里面都是布满了仙人掌 有小的 有大的 哇 我不知道朋友们看到这种景象 心里面做何感想 但是我反正是看到我浑身气 鸡皮疙瘩 就在这些纯石缝里 长出来的这些仙人掌 让我不得不感叹 它的生命力极强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而且它的水分工具从哪里来 尤其是我们贵州 现在已经干旱了 超过一百天的情况下 它依然还存活在这个石头的顶端 而且我们看到 每一个地方的仙人掌 都是存活的 只是有吸血的地方 我们看到它的根部 已经开始干枯 我的天啊 我跟你们讲着的时候 我感觉我全身都是发麻的 我真的觉得 这个石头它是有生命力的 太神奇了 会不会干涉a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